说到吃 其实广东应该是全大陆最讲究食补的地方 像是最近天气实施热热的 在这里用乌龟煲汤被认为可以预防无名种毒 还可以提振精力 所以在珠海跟中山一带 光是养龟户就有1万2千多家 每年的产值超过人民币20亿元 而养龟中的佼佼者就是来自于台湾的沉重性 它很神奇的透过温度 让它99%都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乌龟 这里是大陆的花鸟市场 水里游的地上爬的在这通通看得到 这些乌龟的价格从15块人民币到400块都有 只要被买走就能当宠物照顾 它会吃吗 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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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吃 很喜欢乌龟 乌龟好玩啊 给它出来它就来一样的 比较可爱 现在大陆流行养乌龟 但好吃的广东人更喜欢用嘴汉乌龟刮干净 直接送进银藏庙 很好吃的 很有弹性 很脆耶 很脆口啊 这道红烧乌龟 姜片香料逼出鲜铁 大火快炒 小火微炖 果然一举征服广东人味蕾 岭南地区自古多脏气 乌龟煲汤据说可以防治无名肿毒 天气热 讲究养生的广东人 少不得这个陪伴他们度过2000年酷暑的老朋友 不够一碗 我们不够力气嘛 咕咚一点力气就够了嘛 所以每天喝一下哦 是 进入夏天的时候的话 乌龟的话就比较 在市场上面流通比较滑 所以大家都喜欢乌兰龟 对对对 就在出来这个小乡镇 由台商陈壮兴在2003年的时候 在这边开辟400亩的水池养殖 15万只的草龟和巴西龟进行乌域龟苗 这鱼鱼 因为这边这边这边都这样倒的 公龟的话体型比较修长 然后个体又小 尾巴的话就这样看 比较长又比较宽 母龟的话就比较短 他是养殖界的龟仙人陈仲信 原本是收购硅板的药材商 毕临海岚岛四处找货 货源却始终供应不稳 1990年干脆转行到广东 另辟天地 然后你看这结块 有有有 它因为它撒了泡掉以后 土是结块的 这两毛细口 所以说要这减两 不能够抹掉 不能这样拿 不能这样拿 要拿钱托 承诺信是龟苗的批发商 掌握的是大陆养归产业的生产源头 龟蛋出土以后 就得赶紧送进专属VIP房间 暖气24小时伺候 让蛋睡在特制磁石床 还盖棉被保暖 一口气将浮育率提升到8成以上 这个蛋有受精以后 它毛细口呼吸 佩胎在化育 所以说这个蛋的话 外壳它一直呼吸 土干了 表层干了以后 这个土就自然而然地掉下来 母草龟体型大 比公龟有实用经济价值 特别受当地养殖户喜爱 这里是它的秘密基地 32度的温度 成功控制了性别的奥秘 要分公跟母的话 就在这个房间定论下来 这里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机器上的问题 温室没有出问题的话 可以达到99% 来看一下 它破壳了 这是一道被沉重性称为生死门的关卡 它是达尔文的信徒 从它的养殖场爬出去的小生命 全都是产业界的强者 我是给它做达尔文那个 适者生存 不是者你就自然淘汰 一定要接过这种训练以后 好 OK 不行的东西在我这边 就结束它的生命 现在沉重性每年可服役120万只龟苗 龟苗的价格最好的时候 一直要卖到17块人民币 现在价格回挡到14块 但是它每一只龟苗硬是比同一贵上五毛钱 这龟黄的成绩可是这么一路摸索创新走出来的 四只 一二三四 四只 这么少啊 两对 要成功肯定要交点学费吧 学费 没办法啊 没有师傅可以问啊 广东是食用乌龟的养殖大省 产区集中在珠海汉中山市 这几年规模越来越大 2009年只有500户一路爬升 到了去年超过一万两千户 乌龟年产一万吨 产值达到二十亿人民币 每年都还有人来这里取经 要加入养龟行列 我是搞不到这个水 我现在就是问题 就是搞不到 我搞到这个水了 我的东西就好养一点 这很好养的吧 反正这龟很好养的 草龟产季是每年清明后的四个月 承重性全新富裕龟苗 一年赚得几百万人民币 更逐渐带动了整个广东 接近五十万的就业人口 我们很大的欣慰感 我们终于要把龟苗 管理的龟子生出来 这个就是荣誉感 不是钱的问题 现在天天和乌龟为伍 陈中心不以赚钱为目的 背负着富裕的使命 这或许是他向往的龟宿 大家好 我叫杨忠宏 今年十九岁 来自花莲阿弥